1-2-1-2-1-2-READ FIRE 阿虎 去爆 阿虎 高香波 因為其實對我們兩個來說 已經是第三季了 然後是第二次進台北的小巨蛋 那第二季其實也進過高雄的巨蛋 所以實際上對於這種大場面 我覺得對小潔來說 應該也蠻稀鬆平常的 但是我相信對第三季的選手來說 應該是既期待又興奮的一個心情 那我想這個狀態好不好 應該他們自己會知道 因為我們就是比較是良性競爭 然後因為我們私底下 每個還是很照顧我們所有人 然後比如說我們在很冷的天氣練習社會 每個還是照顧兩隊 就是不只藍隊還有紅隊 所以蠻開心進來這個大家庭的 就是私底下其實也跟藍隊隊員其實也不錯 大家是在爭奪獎盃數 其實真的觀眾進來看是看到我們 在電視上播出的一樣 是Live的 我們自己也是 因為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們聽不到主播他們在旁邊講的東西 可是其實我們今天是聽得到的 所以表現好與不好是馬上會被講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最大的目標是希望 進來的觀眾可以看到一場好的球賽 那無非怎麼傷心 無非他今天有來嗎 有有有 上次怎麼樣 我上次目前還好 因為我覺得在受傷的時候 包含藍隊還有前借 然後甚至翔哥還帶我去針灸 對 所以我覺得既然來到小巨蛋了 我覺得只有上跟不上 沒有痛或不痛 對 一定上 一定會的 有啦他已經說好 他就是今天要睡在小巨蛋的那個打算 我已經打算死在小巨蛋 嚴重喔 蠻快的 然後 真的也謝謝就是前借 然後我們紅隊藍隊的 各方提供很厲害的醫生 基本上應該已經九成了 然後我上禮拜就已經回歸比賽了 所以今天小巨蛋一定是全力以赴 妳哪裡受傷了 我心裡受傷了 我心裡受傷了 因為之前一天也是在一直訓練 躲避跟巧克力 然後 可能就是也是吃到一點活潑 對 所以現在 是有點怕怕的 但我覺得等一下也是 也會帶上傷症 但我覺得都是小傷了 還是會為團隊的貢獻這樣 那妳可以比個讚嗎 對 妳站著起來嗎